哈囉我是雷萌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在裝修期間 我們是怎麼樣規劃我們家的 物件資料還有家電的尺寸規格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 這不是我花錢找設計師就沒事了嗎 但經歷過整個裝修 我發現其實裝修就跟做全職的自由工作者很像 我們必須要靠自己更積極主動的去管理 跟組織我們的工作規劃 因為裝修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 沒有什麼正確答案跟不會變的方案 一大推的尺寸規格還有安裝須知 該怎麼樣對齊 然後怎麼樣有效的去降低 我們跟設計師還有廠商們的溝通成本 這件事情就變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需要一套系統 來幫助我們跟設計師還有廠商的溝通 也讓我們對整個裝修過程更有長痛感 我自己是用Notion來打造這一套系統的 Notion是一套非常自由彈性非常大的數位工具 除了可以用來做時間管理 團隊管理 多人協作專案 甚至閱讀筆記還有食譜的系統 如果你沒有聽過這套工具 也沒有關係 你今天可以先借著我的使用案例 來瞭解Notion這套工具 最重要的是 我把這套專修管理系統變成一個免費模板 你可以直接複製回去 然後根據自己的需求調整成自己的樣子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吧 好那一進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整個系統的Tour 就是這叫做空間設計需求跟家電物件表 那在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會先看到一個叫格局平面圖 就是我會先把我整個家裡面的格局 先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提醒我 或是提醒我的廠商們 我原本是長這樣子 那我未來會規劃成這樣子的一個模樣 這樣 然後上面這邊還有一個叫鏡礦更新 這件事情我覺得超重要 就是我只要點這個地方更新 我可以多一個 現在的時間 也說可能我最近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在點開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可以看到裡面說我做的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這邊就是告訴我說 多個人是決定不做鋁拉門 改用隔間片連 那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就會放在裡面 對那這樣子我長期記錄下來之後 我就可以在每個環節 不用忘記說我當時做的那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那它就可以這樣有跡可循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往下看就這邊會有我的需求想法跟設計原則 所以我只要給我的廠商們 或是我給我的設計師 他其實就可以知道說 我到底在意的是什麼 所以我就有三點設計原則 那如果你看我們開箱影片 你就知道我們就是要求以實用性 去做服務的 就是你可以做簡約 可是我不要做純裝飾這樣 然後能夠導圓角就導圓角 讓空間更有柔和性這樣 這其實就是我們家的一些三個原則 然後這個案例參考 其實就是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的一些影片 或是一些照片 那我覺得很適合我們家風格我就放上去 那我家現在應該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就放成我家的YouTube影片這樣子 因為之前都是放別人家 我覺得我覺得比較符合我理想的 家裡面的空間設計的樣子的一些照片 或圖片或影片這樣 然後這邊等下會跟大家講 那先看底下最重要的 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這個家電物件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啊就會包含的就是我到底 不同的區域 你看這邊就是入口玄關區 這邊是客廳工作區 然後再就是開放式廚房的這些一些家電 那我已經盡量的刪減一些了 還是要留一些讓大家知道 這到底怎麼用 因為我後來我們家基本上是很滿的嘛 大概就有100多項 那你看入口玄關區啊 可能就是有我的路由器啊 有我的智能門鎖啊 有我的燈泡啊 有我的LG的蒸汽電子衣櫥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有沒有有的話就可以打勾 還是什麼類別的 然後我的購買的優先順序 所以就是已經有的話就不會有優先順序 就是還沒有的時候才有優先順序嘛 對然後這邊還有價錢 然後可以直接統計我的多少價錢 然後這邊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尺寸規格 所以這邊都是以公分為主 那有這個尺寸的時候啊 其實如果在木座師傅啊 或是其他廠商要進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啊你這個基礎是幾公分 對吧 然後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注意這個尺寸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叫點開這個頁面裡面 它其實還會有什麼 還有它的安裝許值 我就可能去LG的官網上去尋找 它的那個安裝啊 或使用說明書 然後把它的PDF直接放進來 所以師傅們在安裝的時候 或是在配電的時候 留空間的時候啊 其實就可以透過這邊的安裝許值 就可以確保無意識 而且我去現場的時候啊 我可以透過直接用手機 打開我這個Notion 頁面 我可以看到我的尺寸 看到我安裝許值 我就可以知道今天師傅今天 挖了這個LG衣�的這個洞 有沒有挖對 然後插座有沒有放好地方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有不同的檢視方式 像這個叫已有物件 我點下去之後啊 它就會直接跑出 我已經有的物件 那我已經有的物件啊 除了我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小Icon 我用打勾的 告訴我這些東西 我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有的東西就要更注意 因為它就是我從我的舊家 搬去新家嘛 所以這些東西的尺寸 是直接給出來的 所以不管是設計師在畫圖啊 還是師傅你在施工的時候啊 就一定要小心說 可能水波爐超級大小 那我這個電器櫃的高度 有沒有做的符合它 有沒有留它的預熱空間 或是它的插座的位置 有沒有需要注意的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直接寫出來的 那點開來看 一樣會有那個什麼 一樣會有它的長寬高尺寸啊 然後有它的照片啊 讓大家知道大概是什麼東西 那除了這種尺寸規格 它有什麼樣的檢視方式 你看我這邊還有一個 用電回錄預估計算 所以你點了一下它的之後啊 你就可以把你家的電器 都這樣列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一個空間一個區域裡面 它擁有多少的電 才讓那個水電師傅在配電的時候啊 他意見你說啊 這幾個可能它的電壓比較大 那就要配裝用回錄 你這邊可以直接一目了然的 全部寫出來 對 所以我當時的時候 這邊安培電壓跟瓦數 我都寫得很好 然後我就可以讓所有的師傅啊 就會知道說啊 我這邊該怎麼去配電 該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那如果它電壓是220的 那我要特別去注意說 這個區域有沒有留220的電給它 那這個地方啊 就是我每個區域的物件 然後的資料庫 所以它總共有哪些 內容呢 我點開給大家看好了 有這個品牌廠商 那為什麼要留這個呢 它其實是一個關聯資料庫 它的這真正的資料庫 其實在這底下 這邊有一個品牌資料庫 那因為我像我美額具 其實買很多 或者是我的 身杖主委也買很多 那我就會把品牌廠商 特別的拉出來 那這邊可以讓我直接點一下 就到它的官網去 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頁面裡面啊 留一些你跟廠商的一些對話記錄 就很多時候啊 用通電話 你可能沒有人有下記錄 那到最後就是 誰也不能說 到底當初講了什麼 誰約定了什麼 誰安排了什麼 所以你跟他們LINE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截圖 或是一些合約 就可以一起放在這個頁面裡面 你就講說啊 我跟 可能跟我 方體 就是跟我們Synos這樣做 然後我下了多少的單 然後我的合約 我的保固 其實我都可以直接的放在這個 跟廠商相關的這個頁面裡面 所以我還特別把 廠商拉出來 就是我比較常見的一些廠商 那菲利普也是 因為我們家菲利普的燈 用了非常非常的多 對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聯繫窗口 我的業務的窗口 我可以直接打在這個頁面裡面 也方便我後續去追蹤 你看LINE多少 他的電話多少 他的分機是多少 不要分心 看到最後才可以領模板喔 好 那我們往上看啊 其實剛剛有個地方 比較先跳過了 就這個 入口尋關區跟客廳工作區 那這個地方啊 我點下去 他其實就是各個區域的設計原則 跟我們有哪些的需求 所以一點進來 他這個頁面 就是他會講說 他其實是進門處 那他有哪些場景功能跟設計風格 我分為兩大區塊 第一個區塊就是功能性 第二個區塊叫做設計風格要點 所以就是 這個區塊要什麼樣的功能 就回到我們家的本質嘛 就是我們在設計空間的過程中 最重要其實是他的功能性 所以 像入口尋關區 就是我們會講說我們多少鞋子 那他的鞋櫃可能要做多大 如果做不到那麼大怎麼辦 那就放進我們的更新室吧 因為我們家只有20坪好不好 就沒有辦法那麼多 就有這個鞋子數量 點開可以告訴我們 我跟柚子總共會有多少鞋子 可能會需要放在入口 會比較好 方便去拿 然後再來就是希望有洞洞板啊 LG的智能儀儲啊 有個拖鞋的家啊 然後一個燈箱 就是我們會做一個燈箱 然後這是我當時在淘寶訂製的時候 淘寶廠商給我的一個試意圖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來嘛 可是我必須要把我這份的需求表 先整理起來 可能先讓設計師知道 或是讓我的公班 或是同胞們知道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設計風格要點 當時我們家其實就參考了這張圖 就是要給我們很大的靈感 忘記從哪裡看到的 好像是從設計100 然後就從中間有一個分隔線 如果能看我們之前的 一些裝修之前的紀錄影片 我們有提到這張圖 就是我們希望說一進門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分界線 那一邊就是比較放鬆的 就客廳工作區 然後一邊就是廚房 就它是有不同的風格 但是其實融合起來 又不會這麼突兀的 所以我們家其實後來 也做出了屬於我們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當時我們就是把這張圖 跟我們的設計師去做討論 然後也跟我們的同胞 或是廠商的師傅去做 我大概想要這樣子做呈現 然後回到底下這邊 這邊一樣有一個 連結過來的 或是說捷徑過來的 剛剛那個家電物件的資料庫 但是我做了一個新的篩選 就是這個區域 我只讓它選擇入口玄關區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區域是在入口玄關區 對吧 我這邊只要讓它顯示入口玄關區就好了 我就不用讓它顯示什麼開放式廚房 客廳工作區 然後很多的東西 所以變成是這邊 我只要關注去看那些入口玄關區 因為這是屬於它的底下 對它的下個層級 所以在這個頁面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入口玄關區的功能需求有什麼 然後設計風格要點什麼 然後裡面大概有哪些的物品 所以我可以很廣泛的總覽來看 要怎麼辦 它就回到原本上一頁嘛 就是整個空間的設計 那如果我要細節的每個區域來看 我點擊每個細節的區域裡面 你要看到每個細節 那我還很貼心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外面看到每個區域的功能怎麼辦 這邊有個叫各區域需求一覽 那怎麼做到呢 一樣是用這個Toggle列 叫折疊列表 然後展開來看之後 我就用這個同步區塊 這個紅色同步區塊 然後這邊有個紅色的同步區塊 所以我在這邊只要做了一件事情 你看我這邊打功能性 我打ABC對不對 往外面你看到嗎 這邊也會多一個ABC 然後把這個ABC刪掉 嘿 它這個入口旋轉區的ABC也會刪掉 所以這個區塊跟前面的區塊 是同步的 所以它叫同步區塊 所以我這個地方做一件事情 我那個地方跟著做 所以我把它做同步區塊拉過來 然後讓這邊可以這樣 入口旋轉區的功能性 跟設計風格要點 然後這邊是客廳工作區的 功能性 跟設計風格要點 對 所以我這樣子我一樣可以在這個地方打開 還有入口旋轉區的 客廳工作區的 然後開放式廚房的 所以我可以一覽的看到 我們家最重要的一些設計風格 還有功能性的需求的理念 那你看當初我們的客廳工作區 找的風格就是這樣 也跟我們家現在蠻像 只是我們的灰色沒有它現在這麼灰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就是這樣子 去跟朋友們討論 跟柚子討論 還是去跟我們的設計師 跟我們的各個廠商們討論 所以這一份的空間設計 跟家電需求表 真的有效的幫助了我們 減少很多的溝通成本 然後更重要的是 透過這個境況更新 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 我們做滿個決定的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才不會很多時候 要靠我們自己這個 小小的腦袋刮 然後什麼事情都記不住 就很容易遺忘 那設計師會幫你記住 你的最終方案 但是他可能不會把你 把每個過程的細節 你腦袋中閃過的 各個需求跟畫面給記錄下來 這要靠我們自己去記錄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一個房子 這麼重要 它是你一個居住工作的一個 最重要的空間了 除了花錢情人來幫你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要多用點心 去把這個房子的整個過程 它就習近了像我們的小孩 那你回頭看的時候 你也會更了解這個空間 你跟這個空間一起演化 進化到了哪裡 那你們的過程 幾乎都是非常的清楚的 好 以上就是我怎麼用 Notion 來管理我們裝潢期間的物件資料 以及各個空間方案的設計演變的追蹤系統 Notion 真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能讓散亂無章的資訊 變得有條有理 雖然有很多人 把 Notion 看作一個筆記工具 強調怎麼把板面排得美美的 但我認為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怎麼樣去活用它的資料庫功能 把散撞的資訊組織起來 強化我們健忘的腦袋 不過也因為 Notion 實在太自由 學習門檻稍微高了一點 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拿到模板的你 可能也需要一點點時間 來熟悉它 如果你想要快速掌握 Notion 這項工具 讓我推廣一下我的本業 你可以選擇兩小時快速入門的線上講座 或者我們也有 全中文世界最完整690分鐘的線上課程 又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是那種 買了書就囤著會忘記看的朋友 那麼第四屆的 Notion 線上訓練就最適合你 用六週的時間 有來自各地的朋友會陪你練習 也有專屬的助教會給你的作業練習真實的回饋 更完整的介紹 你可以看這支影片 最後今天主要是分享 我們怎麼做物件管理 以及記錄各個空間的規劃 專案期間還有一件事情特別重要 那就是工程進度的追蹤 我當初還是用 Notion 來做我們家的工程專案管理 包含各個階段的驗收照片的記錄 我之後還會把這個系統在精簡後 然後再拍一支影片和你分享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的通知 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你的分享還有留言都是我們持續拍影片的最大動力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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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啦